中超第十九轮,广州恒大坐镇主场,轻而易举的,就击败了天津全剑,比分为5比0。 当然比赛上半场,恒大只有宝利尼奥打进一球,在下半场的恒大热不起,高拉特、宝利尼奥、塔利斯讲三叉几携手健攻,一举机会天津全剑,只为一提的是,宝利尼奥与塔利斯恰这场比赛双双没开而渡,很是威武,当然此处不得不提的是,帕托、王永迫因为累计黄牌停赛,导致全剑只有一名外人应战。 第十九轮比赛全部结束了,目前中超级分榜的形式比较微妙,因为同轮比赛中,北京国安与沙东鲁能都抱冷输球,而上海上岗与广州恒大都赢球,目前恒大积分36分,虽然还是排名第四,但已经将落后分差所小到一场差距,上海上岗39分追平了国安,山东鲁能38分被挤到第三名。 根据中超赛成安排,第二十轮,8月25日,恒大就要客场对阵山东鲁能,显然这场比赛至关重要,恒大如果击败鲁能,就要实现基本和排名上的反超,而鲁能就要调到第四名,如果鲁能赢球,就能坐稳前三位置,并扩大对恒大的领先优势。 只是对于鲁能稍微不利的是,在这轮中超比赛开打前的几天,山东鲁能要客场对阵大林一方,双方展开足鞋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较量,也就是说,下周鲁能要一周双赛,赛成密集无疑不利于鲁能全队的体能,而恒大就迎来了体能上的优势。 球迷为此也都认为,恒大击败鲁能基本上,是没有悬念的事情,迎球后的恒大就要顺利击身中超前三。